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俄方还有3.5至3.6万公民希望回国 政府将拨出专款对铁航国家的俄公民进行时速帮助 以克服临时困难择机回国 受新冠疫情影响 国际富澳游客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6% 其中中国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游客来源国 富澳游客的数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90% 预计将使澳大利亚损失约50亿澳元 而严重依赖中国的澳大利亚教育产业 也面临科研经费严重不足的风险 这将对澳大利亚的高效科学研发造成巨大损伤 巴西圣保罗政府限制人口流动和聚集后 一个月下来配合度维持在56%的水平 但是上个星期开始 越来越少的人遵守州政府推出的有关防控措施 配合度下降了50%的水平 州长担心民众渐渐松懈 再次呼吁人民少外出保持社交距离 美国新冠肺炎肆虐 多个州延长居家令引起民众不满群体抗议 要求撤销限制措施 俄亥俄 密西根 和佛罗里达等州表示 最快在5月1号重启部分经济活动 但示威者不满经济陷入停摆 要求利器解除封锁 恢复工作 新冠疫情影响之下 各行业遭受重创 航空产业首当其冲 欧洲机场航班升降的数量同比暴跌9成 印度官方更提醒航空公司 由于未决定是否撤销航班净备应 核实开放机票预定业务 还需等待印度政府的最终决定 抗疫战情图 我们来关注新冠肺炎的疫情 仍然在持续当中 截至到今天中午的12点 全球一共有210多个国家和地区 是出现了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 除中国以外 累计的确诊人数突破了230万 死亡病例也超过了16万 我们首先来关注美洲方面 美国的疫情仍然在持续当中 累计的病例已经是超过了76万 而超过4万人死亡 在南美巴西的第二大城市 里约热内卢4月23号起 将会强制市民佩戴口罩 伪者将会罚款 而在智利则成为了 全球第25个确诊超过1万的国家 欧洲方面 西班牙累计确诊是将近20万例 而意大利已经有单日 433例的新增死亡病例 这也是越内的新低 英国新增了5800多个病例 累计是超过12万病例的确诊 而死亡病例也已经超过了16000 在亚洲方面 韩国19号新增确诊病例13例 从前一天的单位数 回升到双位数 累计确诊是10674例 再增加两例死亡病例 累计达到236例 而新加坡的累计确诊病例 已经增加到了6500多例 菲律宾驻瑞典名誉领事 贝尔弗雷奇感染新冠肺炎病逝 在非洲方面 西非国家几内亚 则最少有三名政府的高官 在近日因为感染了 新冠肺炎病毒去世 北非国家突尼斯 则是延长宵禁时间 一直要到5月3号 而包括沙特 阿联酋等在内的 海湾六国新冠肺炎的 累计确诊病例 已经有26000多例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 湖北省仍然是没有 新增的确诊个案 而现存的确诊数 也已经下降到105例 全部都在武汉 湖北省卫健委表示 截止17号 全省的日均核酸检测量 已经是达到了8.9万人死 而全国来看 中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是84000多例 有4600多人死亡 现存确诊病例下降到1700例 内地19号新增了12例的确诊病例 有8例是境外输入 4例为本土病例 分别是黑龙江3例和内蒙古1例 其中广东新增的1例确诊 是境外输入病例 而当天没有出现新增死亡病例 另外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一共是49例 其中有5例是境外输入 当天也没有患者转为确诊病例 在港澳台方面 香港累计确诊病例是1025例 台湾累计增加到420例 澳门仍然维持45例不变 接下来我们来着重关注 欧洲各地的疫情和抗疫情况 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指出 政府正分析其他国家的防控经验 与其他国家积极协作 而在欧洲最多确诊病例的西班牙 当地新增和死亡病例继续下降 入院患者人数也正在减少 在意大利 虽然整体疫情有所缓和 当地19号的新增死亡数字 是一个星期以来最低 不过新确诊病例还在涌现 康复中心和养老院情况特别严重 邻近罗马人口不到 12000的小镇坎帕尼亚诺 已被化为红区 当地一所康复中心的 105名患者当中 接近一半确诊新冠肺炎 61名职员当中也有28人确诊 目前只有警察和医务人员等才可以进出小镇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时隔一个多月后 19号再次到罗马一家教堂主持弥撒 他表示全球疫情提醒世人 受苦的人没有区别 不分界限 冷卧自私所造成的危害比病毒更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抗疫无国界我们来聚焦 20国集团卫生部长视频会议 19号举行 而与会各方就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进行了讨论 充分重视疫情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影响 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呼吁各国 以坚定的决心来继续支持 全球的抗疫行动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在视频会议上表示 许多国家的疫情应对能力 并不如G20一些国家 需要对这些国家提供紧急支持 确保他们的基本卫生服务 得以继续运行 我们分享着同一个地球 我们有共同的命运和未来 我们希望各国能够加强合作 在控制当前危机的同时 也保证这样的危机不再发生 国家卫健委主任马小伟发言时表示 中方不断完善防控和诊疗方案 并与全球分享中国方案 中国始终本着及时 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 与国际社会通报信息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 坚决反对谣言 污名与歧视 携手帮助卫生体系脆弱国家 提高应对能力 中方将不断分享防控 诊疗救治方案 并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 这次J20卫生部长特别视频会议 除了J20代表外 西班牙 新加坡 瑞士代表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负责人 也受邀出席 轮值主席沙特卫生大臣拉比阿 呼吁建立国际特别工作小组 有关病毒的信息共享中心 以便各国更好地形成统一措施 应对疫情 与会官员们并分享 各自的抗疫经验以及措施 讨论未来如何利用大数据等手段 加大对流行性疾病的防范 会议声明指出 此次疫情凸显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脆弱性 以及国际社会在预防和应对 流行病威胁时存在的不足 与会官员们认为 有必要通过共享知识 弥合各国在应对能力 和准备状况方面的差距 以提高全球卫生体系的有效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18号同世卫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通电话 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对于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 王毅在通电话时指出 谭德塞高票当选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就任以来 积极致力于全球公共卫生事业 做了大量创造性工作 得到各方高度评价 当前正值全球抗击疫情的 关键时刻 支持世卫组织 支持总干事 就是维护多边主义的理念和原则 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 也是维护国际社会 在抗击疫情面前的团结一致 王毅表示 抗击疫情需要世卫组织 继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 对世卫组织的攻击抹黑 没有事实依据 施压胁迫更不得人心 任何有良知的国家都不会支持 相信谭德塞将会带领世卫组织 秉持职业操守和科学态度 继续协调国际社会 共同抗击疫情 王毅强调 习近平主席曾多次公开表示 病毒是人类的共同敌人 国际社会只有团结协作 才能战而胜之 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 大力加强抗疫合作 同周共济共克时间 直到在这个世界上 彻底战胜疫情 谭德塞表示 感谢中方对世界卫生组织 持续坚定的支持 虽然他本人和世卫组织 受到各种攻击和抹黑 但他相信 总有一天事实真相 会大白于天下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网CNN指出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上周六的记者会上 再次发表了虚假言论 并且指责特朗普 在病毒检测这一关键问题上 说法不诚实 特朗普在18号的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当前的检测能力 十分强大 唯有民主党籍州长 一直抱怨检测能力不足 他并批评民主党籍州长 故意不使用联邦政府的资源 来及时进行大规模测试 对此 CNN经核查后证实 不管是民主党籍州长 还是共和党籍州长 抑或各州卫生部门官员 都表示检测所需的物资出现短缺 来自共和党的俄亥俄州州长 德瓦恩上周五表示 由于缺乏制造检测试剂盒的 关键产品 俄亥俄州医院的检测进程 受到阻碍 而同样来自共和党的 马里兰州州长霍根 也在日前表示 美国当前抗击疫情 最大的绊脚石 就是检测能力的不足 这使得国家无法解除禁令 重启经济 此外 特朗普还在当天的发布会上强调 没有人会遇见这场大流行 又自夸美国在这短短几周时间内 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抗疫成果 对此 CNN就反驳指 世卫组织早在今年1月就宣布 疫情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特朗普的这番说辞 将他今年初以来 从世卫组织和美国情报机构 收到的警告弃之于不顾 根据美国民调公司 盖洛普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特朗普的支持率 从3月初的个人最高支持率 百分之四十九 下降至百分之四十三 不支持率则从百分之四十五 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四 富宏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也引发了失业潮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9号的白宫简报会上表示 国会很快会达成协议增加拨款 来援助受疫情冲击的小型企业 特朗普表示 国会很快会达成协议 增加对小型企业纾困计划的拨款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早前表示 希望最快能在19号晚间达成协议 但双方仍有分歧未解决 美国上月通过2.3万亿美元纾困法案 包括为小型企业提供3490亿元的援助 不过有关资金在上周用完 特朗普政府提出 再投入2500亿为遭受疫情冲击的小型企业提供贷款 民主党则要求拨款援助地方政府和医院 对此特朗普回应 考虑另外推出援助计划 特朗普日前公布分阶段重启美国经济指引后 美国副总统彭斯19号表示 相信全国已有足够的检测能力 如果感染率连续14天下降 医院有充足的收治患者容量 各州可以开始解封居家令 在重灾区纽约 住院患者持续减少 州长科默表示 纽约州内的住院治疗和其他医疗指标 呈下降趋势显示当地疫情疑国顶峰 纽约市长白丝豪态度审慎 不过纽约市长白丝豪态度审慎 呼吁民众不要放弃 不过纽约市长白丝豪态度审慎 不过纽约市长白丝豪态度审慎 呼吁民众不要放松警惕 否则疫情会卷土重来 凤航卫视 综合报道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我们的时事评论 更新先生做评论分析 更新先生您好 您好 更新先生您看 其实现在来看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在说 疫情出现缓和 但现在从各种数据来看 是不是说美国的疫情出现管点 还为时尚早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特朗普比较着急 想紧急地恢复这个经济 那恢复经济和抗击疫情之间 这个平衡您觉得怎么来观察呢 是 其实这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考虑 各国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在疫情仍然很严重 但是似乎大家感觉到 好像拐点看到了 没有到来也好 或者是已经到来也好 各国的发展的进度不太一样 这个里边一个是天气慢慢热起来了 这很明显 咱们在香港也能感觉到 一下子天气好像就到夏天了 第二就是我觉得还更多的是 大家在抗疫过程中 从过去那样一个不成熟 没经验 遇事就有一点惊慌失措的那种感觉 无论是老百姓还是政府 都是这样的 这很正常 我们是面对一个新的病毒 那么同时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慢慢地成熟 在认知上成熟起来了 在一些做法上 政策上也都成熟 老百姓的心态也成熟了 所以逐渐地就好像大家感觉到 快走向一个拐点了 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到底遇到这个拐点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应对 这是遇则力 就是要有个准备 我给他概括一个字叫稳 或者说四个字叫稳中求进 就是在稳的过程中 来求得有些新的进展和转变 有很多朋友说 我这次我要是能出门了 我就要到哪去大吃一顿 到哪去大玩一下 或者怎么样 或者我复工的话 我要报复性的复工 就是这种 很多的中小企业 这次受的损失 两个月停工了 得要好好弄 都是正常的 但是还是要稳自当先 疫情的时候防控都要稳 还不能够放松警惕 复工复产也要以稳为主 稳自当头 然后稳的过程中囚禁 囚禁的关键第一环 就是要保证就业 这个中国的政府已经早早地就提出 六稳当中 六保当中 第一条都是以稳就业 保就业为主 没有这个东西 其他都谈不到 稳定的生活秩序的恢复 和复工复产 复学都谈不到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 以稳自当头 不要着急 无论是防疫还是复工复产 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好 谢谢刚刚先生的评论和分析 其实不光是美国全球的各个国家 都在面临着复工复产 和抗击疫情这样的一个平衡 那么对于全球的疫情发展 最新的政策指引和新机发布 还有哪些我们的今天抗疫公告牌 就来关注在墨西哥方面的消息 根据本台驻墨西哥记者 焦美俊的报道 日前墨西哥城市政府 强制规定了市民乘坐公共交通 需要佩戴口罩 但是无法防护出行 仍然是许多人的常态 而地铁工作人员对此 也是熟视无睹 而警察对于不戴口罩的市民 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劝阻 墨西哥在3月28号 开始实行了居家隔离的规定 但是公共交通正常运行 墨西哥卫生部在预测 本周新冠病毒 会进入到全国大流行的阶段 而日前墨西哥总统佩洛斯 向60到65岁已经退休的医生和护士 发出了证招令 希望身体健康的部分医务工作者 重返岗位 补充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医疗人手不足的情况 同时 洛佩斯还披露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 已经答应卖给墨西哥 1000台呼吸机 尽管和墨西哥要求的 1万台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墨西哥政府 还是表示感谢 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继续带各位来了解 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日本三月份的出口 持续出现下跌 跌幅是比预期来得大 而且继续创下了 超过31亿年以来最长的跌了 日本财务省周一公布 三月份出口按年下跌11.7% 是连续第16个月路德下跌 跌幅比市场预期大 是2016年7月以来路德的最大跌幅 并创下超过31年来最长跌浪 而至于进口也按年下滑5% 跌幅比市场预期少 当中对美国出口的跌幅最大 达到16.5% 跌幅是2011年4月以来最快 至于对占比最大的外贸国 中国的出口则下降8.7% 至于占日本出口超过一半的 亚洲其他地区 出口则下跌9.4% 日本财务省官员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可能影响日本的进出口 当局正密切关注相关情况 而分析师就担心 首相安倍晶三可能低估了 疫情大流行对经济的影响 日本经济可能面对 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冲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同新抗疫环节 我们来关注台湾海军 执行友好任务的舰队 爆发了群聚感染的新冠病毒的病毒 而两日内确诊人数增加到24人 组成敦目舰队的磐石舰等三艘军舰 目前停靠在高雄左营军港 从18号发现三名确诊患者 19号又新增21名确诊病例 目前全部确诊者都来自磐石舰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军方已派出化学兵进驻舰上 进行全消杀工作 高雄市卫生局也紧急派人 到左营军营进行消毒 防堵疫情破口 由于舰队是在4月9号结束 远航训练回台 15号结束6天隔离后 才发现确诊病例 三艘军舰的官兵及实习生 共700多人已离船返家 足迹遍布全台 令人担心增加社区感染风险 对此台湾疫情指挥中心称 目前风险不高 在社区里面造成进一步的影响 这样的一个风险 是不是那么的高 但是我们不能说没有 因为数目很大 所以你问我们紧张不紧张 那我们很紧张 完全就为了想把这第二条线 赶快把它守下来 因为数目大 那相对的可能性就变高了 所以个别的风险 我认为相对比起以前是低 但集体的风险那就不一定 由于已确诊的24人中 有8人是高雄市民 高雄市政府19号公布确诊者 在离营两天曾到过的室内地点 其中包括汉神巨蛋 一大商城 好市多 加勒福等共7个地方 并要求几晚关闭 以便进行全面消毒作业 锐丰夜市也有远景在入口警戒 帮民众喷洒消毒首页 高雄市长韩国瑜表示 原本零确诊的高雄市 正面临防疫最严峻的时刻 要求台湾当局比照此前 钻石公主号邮轮停靠台湾 处理这次海军舰队疫情 复航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颁布的限聚令等 防疫措施将会在本月23号届满 而有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的 专家顾问预计 相关的措施还要延长一段时间 香港实施禁止私人以上聚会的 限聚令等防疫措施 将在本月23号届满 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之一 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 徐树昌在出席电视节目时估计 有关措施还需要延长 香港最近期的本地个案 应该是4月9号 是最近一个本地确诊个案 一般来说就是要是 最后一个个案的两个潜伏期 都没有在本地新增个案 那才是安全 所以你要在4月9号再加多28天 才是比较安全一点 另外他强调近日香港疫情好转 但市民应继续提高警惕 做好各类防疫措施 直至疫情得到彻底控制 才能恢复正常生活 目前内地敌干人士 需要接受14天的强制隔离 但这项措施将会在下月7号时届满 被问到是否需要延长 许时常表示取决于内地 各省市复工复学情况 以及第二波的疫情形势 凤凰卫视季次清香港报道 澳门特区政府宣布 澳门初中和高中将会 从5月开始分阶段复课 澳门已经有连续11天 是没有出现新增的确诊个案 考虑到了澳门目前的情况 并且听取卫生部门专业意见之后 澳门特区政府决定 澳门的高中会在5月4号开始复课 而初中则计划在5月11号复课 小学幼儿园以及特殊教育 则是要来看疫情发展的情况 另行公布 在热爱芭蕾的俄罗斯 米哈伊洛夫斯基芭蕾舞团 代表着俄罗斯最顶尖的芭蕾水平 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俄罗斯处于封锁状态 芭蕾舞演员们 却没有停止艺术创作的步伐 在各自的家中 上演了一场隔离状态下的芭蕾 我们来看今天的视频日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今天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是婉君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